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前嫌 大家好 很高兴又到六主谈经讲座的时间 今天是第16讲 我们继续介绍机缘品第7 机缘品第7讲4次 今天要介绍第3次 一样复习上一节课的精华 唯一佛圣 就是究竟一佛圣 无有余圣 若二若三 乃至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辟欲言词 是法皆为一佛圣故 也就是不管千说万说 合理还归一 就是回归 到我们的自信来 万流归宗万法归一 经诵三千步 曹西一巨王 为名出世纸 宁歇磊身狂 阳路牛全色 初中后善阳 谁知火宅内 原是法宗王 自信聚三僧 发明成世字 不离建文园 超然登佛地 我今未如说 地性永无弥 莫学词求者 终日说菩提 这个谁知火宅内 原是法宗王 大渊静至性清静 平等性至心无病 妙观察至见飞宫 曾所作至同元静 五八六七果音转 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触不留情 凡心勇处 那且定 那甲定 这里就是三僧四智 三僧原我体 四智本心明 生智容无碍 应勿认随行 起修皆妄动 守住匪真经 妙止应思晓 终无染污明 如官自本心 莫着外法相 法无似圣 人心自有等差 见闻转颂是小胜 物法解义是终胜 依法修行是大胜 万法尽通 万法具备 一切不然 离诸法相 一无所得 名罪上圣 罪上圣就是就近圆满 就近圆满就是无为 我们看到 法没有分四胜 是人的心有等差 停留在见闻小颂 那是小胜 能够依法解义 物法解义 这是终胜 能够依法修行 这是大胜 最后达到了万法尽通 万法具备 一切不然 离诸法相 而一无所得 这就是罪上圣 就近圆满 好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部分 另外一个僧人 自道 他是广州南海人 这边的问题 就是关于生灭 跟极灭的问题 他来跟六族请义说 学人自出家 懒涅盘经 实载有余 为民大义 愿和尚垂慧 我们看看这些高僧大德 都是学法很精进 他出家以来 就是专攻这个涅槃经 研究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但是还不能够明白大义 所以我们学到几年 离有出戏为玄妙 我们就是要一种 路遥之马力 不要急于求成 一种急躁想要很快 获得什么 这个就是一种贪妄 其实路遥之马力 瓜熟地落自然成 这个功夫要下得深 施约辱何处未明 这一问一答 也都非常直截了当 他介绍自己 出家以来 研究涅槃经十多年 不明大义 那么六主就问他到底什么地方不明白呢 曰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以此疑惑 是曰 如作梦生疑 涅槃经里面的这一段话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极灭为乐 各位以前这一句 这四句的诗记 每一个人在解读的时候 各用他的一个知见去理解 那这个知见理解 未必 未必是弃入本心 未必是佛陀的旨意 所以文字有时候你错解 就会产生执着障碍 错解 然后又执着这种错误的理解 它会卡在那里 让我们好像一直没有通透 所以这叫做所知障 这叫做文字障 这也是自己的知见的障碍 在这里 后学觉得从自道的这个疑惑 就反映出我们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约一切众生皆有二生 为色生法生也 你看读佛经他也读到 知道人有色生甲体 有法生就是真如 那么他就落入了这种对待里面 一切的众生都有两个生 一个叫色生 一个叫法生 那也就是说一个是假体 一个是真主人 这样的理解也不能说错 这样理解也就是我们寻常的理解 我们还没有学到之前 可能都只认得这个色生是我 但是开了智慧以后 步入了修行 也认识里面有一个真主人 有一个真我 无形无相的真我 这是这位制道和尚的理解 再来他说 色生无常 有生有灭 法生有常 无知无觉 这个色生无常 的确生老病死 他是有生有灭的 但他说法生有常 无知无觉 这一句话就有问题了 法生怎么会无知无觉呢 我们的真主法生 真主人是灵灵醒醒 灵妙通的 良知良能 他并不是无知无觉 所以这一个法生有常 无知无觉 这个理解呢 我们在读的时候要读出 他在这里应该是错节了 那金云生灭灭乙 疾灭为乐者 不省何生疾灭 何生受乐 后学在读的时候感受到说 这个制道呢 他分别 分别见很重 你看说生灭灭乙 疾灭为乐 经文是这样讲啊 生灭灭乙 疾灭为乐 那他的生灭 他是落在 到底哪一个生在生灭 哪一个生在疾灭 他把色生跟这个法生 落入一个对待心这样来看待 生灭灭乙 疾灭为乐 到底哪一个生在灭 哪一个生在受乐 然后就用一个逻辑推理 知见上逻辑推理 他说如果是色生灭的时候 四大分散全然是苦啊 苦不可言乐啊 一个人在死的时候四大分散了嘛 这个是一个苦怎么会乐呢 到底怎么乐得起来呢 那如果说法生极灭 他就落入这样对待 分别式啦 如果是法生极灭 那法生极灭就如同草木瓦石啊 他认为无知无觉啊 那怎么会受乐呢 是谁在受乐呢 他用逻辑思辨 用知见的一个辩证去理解这个经文 所以他卡住了 又法性是生灭之体 五蕴是生灭之用 他用他的逻辑推理 他说法性是生灭 这个生灭的一个本体啊 那五蕴呢 色受响形式是生灭的作用 那一体无用 就法性的这个本体 产生这色受响形式的五种作用 生灭是常 生则从体即用 灭则色用归体 他认为生灭是一种常态 生则从体即用 那灭的时候就色用归体 其实这就是他自己的逻辑推理 若听更生及有情之类不断不灭 如果说继续是这样的生 那这样就是有情之类 就好像永远不断不灭 那如果不听更生 那一切就永归极灭了 极灭 他认为的极灭就好像是断灭了 那这跟同无情之物 有什么不同呢 有情跟无情 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敬服 那如果这样子永归极灭 那不是就被涅槃所敬服了吗 一切诸法都被涅槃所敬服了 连生都不得还有什么乐可言呢 各位先生这个逻辑思辨越变越圆 大家如果一个错认一个错解 然后在这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当中 一直推理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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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理到非常偏差的很远很远 这离佛陀的旨意非常的远 越推越远 不学还没有那么障碍 学了以后被自己的支箭捆服 然后往错误的方向一直推 很远 六祖大师说 如是侍子 什么叫侍子 就是佛陀弟子 佛弟子 就是说释迦牟尼佛 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佛弟子 何其外道断肠邪见而亦罪上圣法 怎么用一个外道的断肠邪见 这不是正见 这是错解的邪见 来议论佛陀涅槃经里面讲的最上圣法 照你这样说 色身外别有法身 离生灭求于极灭 他就是用一个分别见 用一个分别心在推这个理 然后又推论说涅槃常乐 说有身受用 那从这个推论 从这个心态就看出 直令生死 单着是乐 可以看得出贪生怕死 这样的一个见解 很怕涅槃就是涌灭了 所以有一种畏惧心 直令生死 执着生 所以怕死 单着在是乐当中 各位以前这个其实语意表达就是一种心态 如今当之 佛为一切迷人 任五运合合为自体相 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就是说世间人 佛为一切的迷人 这些迷媚本性的云云众生 大家都认五运合合为自体相 认为我是什么 这种认知 没有认到真主人 只认到外成 只认到色受想形式 这个五运合合 在一个心里想着这一个 起心动念所想的就是落在五运合合 色受想形式 你看大家的生命状态就是落在这种 形形色色啦 色包含的所谓六成啦 色受这个色身相位触法 在触及我们的六根在触及外境的时候 起了很多的念想 然后产生造作 就是在这当中不断的造作 生命的状态 以为这样就是我 为自体相 那么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然后又在分别心当中 分别 用分别的心在对应内跟外 所以有自他的分别 有人我的对待 这样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里 认知里 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那这产生了一种执着 会好生勿死 会贪生怕死 然后念念千流 因为每个念头都做不得主 都是在境上转 那在这个梦境 外境是变化无常 所以念头也跟着变化无常的 千流 他不能安住 就在那边流浪 就在那边飘移 不知梦幻虚假 不了解说 活在一种梦幻虚假的追求当中 也就是在这种梦幻虚假的追求当中 无名造业 无名受报的往受轮回之苦 那本来呢 我们的本性是如如不动一直在那里 本来就不生不灭一直在那里 但是这个常乐涅槃 这个就是生命的本来面目 生命的本来面目就是涅槃 涅槃代表的就是一种清静 一种永恒的极境 它是永恒的一个极境在那里 本来面目就是如如不动在那里 这也就是一种长 一种永久 这也是一种乐 这种乐就是一种 一种生命的一个圆满的状态 常乐涅槃 本来应该是常乐涅槃 但是就是这个颠倒了以后 在这个梦幻虚假的追求当中 就落入苦海了 然后呢 终日持囚 茫茫茫 奔职劳碌 在追求梦幻虚假当中 它不能回归本位了 本来就是常乐涅槃 它离开这个常乐涅槃 这个常乐涅槃也就是无极 也就是礼天 本来在这个礼天 结果翻身 落入生死流浪的路了 这个就是一个谜 一个颠倒 佛悲悯这个众生 本来应该是常乐涅槃的 却落入了这样苦海当中 很悲悯 这个就是佛陀悟道的时候 菩提寿教悟道的时候 他所发出的感叹 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大家都具有这种如来智慧德相 但是原来就是常乐涅槃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他的本来面目 就是这样的清静自在圆满的 怎么会变得这么辛苦 这么可怜呢 执着妄想 卡在那里 障碍在那里 所以佛陀要引领大家 去认识自己有一个 这个初心 原初之心 就是涅槃常乐的 那么要引领我们 试透真假 所以才开示 涅槃真乐这个道理 刹挪无有生相 刹那无有灭相 更无生灭可灭 是则即灭现前 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 乃未常乐 其实这超越时间空间 刹那无有生相 刹那无有灭相 这个生灭灭移 就是觉知这个生灭是幻化 不在这个幻化当中去执着 所以刹那无生 刹那无灭 就认识到自信的本不生灭 也没有生灭可灭 因为本来就不生灭 那么本不生灭的这样一个证悟 就是极灭的现前 极灭就是那一个如如不动的本性 体会到了 体会到说本不生灭 那认识到无生灭可灭 就是极灭的现前 这就是当下 弥则金磊结 物则刹那间 那么当这样极灭现前 就是证悟本来面目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现前之量 它不是思维的 它是不假思索的 就是直接体认到 确认到 那么这就是一种常乐 你也挥不去 你也拿不来 它本来如此 恒常乐 那么这个乐到底谁在受 无有受者 亦无不受者 你还有有受者不受者 就落入对待分别心 其实没有这种思量 你说谁受谁不受都是分别心 那没有什么受不受 当下即是 那只有一体五用之名 还有你发明了一体五用这种名称 佛经可没有这样的说法 何况更言涅槃禁服诸法 还有你推理到说涅槃禁服诸法 这更是莫名其妙 令勇不生 你这个错解佛经 这样的理解这样来讲述 那叫做傍佛回华 这个帽子很大顶 直接扣上去 不是为他扣帽子 就告诉他说 这个事情严重 因为错认以后 如果这样障碍住自己 如果也以这样的道理 错认的道理去引导别人 你看这个过失就很大 不是诽谤佛经佛陀吗 不是诽谤正法吗 听吴迹约六族 常常就是开示一段以后 他就做一个诗迹的总结 那么这诗也比较长 吴上大涅槃 原名常吉兆 凡于未知死 外道直为断 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 尽数情所记 六十二剑本 这个吴上大涅槃 涅槃经 讲到究竟涅槃 吴上大涅槃 他是我们一性圆明 他是永恒的 寂然不动 他是这样一个光明照耀 凡于以为这个叫做死 其实是死而不亡 就是正如涅槃 其实脱壳是非生 那么外道直为断 外道以为这个断灭 一了百了 人死如灯灭 诸求二圣人 这个凡夫 外道 凡于外道 这些以为无作 不 就是前面凡于未知死 外道直为断 那么诸求二圣人 就是忠下圣 慕以为无作 以为这样就 就是一种无作了 尽属情所记 这些都还是在一种思量 一种情世的伎量 六十二剑本 这六十二剑 透过射受响刑事 每一诗又分出四种 运大我在其中 我大运在其中 运就是我 我离开运 这样子 四乘以五就是二十剑 那又分过去现在未来 三乘以二十就六十剑 再加上僧剑还有神剑 总共六十二剑 这都是一种妄力的虚假名 在情世的一种思量上 来计算 这个不是政见 妄力虚假名 何为真实意 都是在知见上 去巧立明目的 用这些虚假名 那什么才是真实的意义呢 什么是真意 什么是真理呢 唯有过量人 超越这种思维度量 通达无取舍 没有落入一种思维辩证当中 而是超越执行道场的一个体证 已知五蕴法以及运中我 五蕴色奏想行事 这也就是让我们明白 这个明白这世间 我们的一个内外交感的一种运作的道理 这也是用来剖析的方法 还有运中我 五蕴当中的真我 外现重色相 一一阴身相 种种形形色色 种种阴身 都能够视透看破 这都是梦幻虚假 平等心 如理如法 而也不起凡胜的对待见解 不起凡胜见 其实再凡不减再胜不争 如平等无高下 不作涅槃解 二边三济断 涅槃也是一个名称 最后也不用这个名称 就是气印本心 二边三济断 二边就是有无二边 三济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超越这种对待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所以究竟明可明非常明 不要落入了文字名相当中 而转加悬眼 过量人 就能够超越凡夫外道 二圣思良的人 而不在这种思良 就是只是在一个头脑里面的思良 能够超越 而能够契入本心 藏印诸根用 而不起用想 这个六根 六根零零星星的去用它 但是也没有去执着这些 产生执着的用想 分别一切法 但是又没有分别想 能善分别诸法相 而于地一意不动 能够如如不动 能够于向离向 于静离静都不产生执着攀缘 结火烧海底 风骨山相及 这个世间的形形色色 是变化无常 结火能够烧到海底 风骨山能够相及 这都看到了一种 变化莫测 但是珍藏极灭乐 不管它是天旋地转 天翻地覆 我们的珍藏本性如如不动的 长青长青的那种喜乐 涅槃相如是 这个外在形形色色 不管天翻地覆的怎么变动 但是我们的心是长青长静的 无今抢言说 另如舍邪见 这样也是勉强而说 本来也无法可说 但是为了让你舍去邪见 勉强这样跟你说明 如物随言解 虚辱之稍分 已经领教了 这个智道生的一个 一个逻辑思辨能力很强 那不要又落入这个 语言文字的一个 自己去解释它 不用这个头脑再去解读 让你稍微了解几分 智道在这边 他毕竟读《涅槃经》有十多年 其实还是有一些功底 那么经过六祖的开示 也破了他的这种文字直见 而能够契入 他踊跃作礼而退 或许这边 特别下面注解 解火烧海底 风谷三香吉 我们就看到说 这世间的水火风 有时候山灾起的时候 真的是天翻地覆 但是我们的真常极灭乐 涅槃极境如如不动 根基打得老 泰山崩移前而色不顺 种种的境界线前 我们始终能够定境如常 活后练除就是这个样子 定力如山 磨绕不乱 好 那么再来是一位行师禅师 这边问的是一个不落阶级 这边表达一个不落阶级 行师怀让禅师 他出生在吉州 安城 俗姓流 闻曹西法席圣话 敬来参礼 当时曹西的一个禅法文明天下 当然道物很红盏 那么他也就是要目道而来来参学 就遇到六祖他就请问 当何所物即不落阶级 当何所物要做什么即不落阶级 那么六祖大师 如曾做什么来 你做过什么事 他回答说 圣地亦不为 圣地就是四圣地 苦即灭道 亦不为 那大师又继续问 那若何阶级 他回答说 圣地尚不为何阶级只有 其实他 他真正来问不落阶级 他真的来问 他真正来问 当何所物即不落阶级 其实他已经有他的证悟了 你看行师 行师禅师 行师 我们顾名思义 他随时行走的时候 都在参律这个道理 比如说很多人参一句念佛者谁 这个参这个话头 参一句话 狗子有没有佛性 祖师希来意 念佛者谁 就是参悟这一句 参话头 那么行师禅师 他的心没有散乱 行走的时候 他都在思虑这个道 不落阶级 也就是不落分别次第 也有解为建法 那么不落阶级大家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落入阶级 阶级有一种建法次第 阶级有一种分别 但是这一个世间 可以说到处都落阶级 年级 年级就分出阶级来 道宁分出阶级来 这个职务的工作的一个资历 都分出阶级来 各位前 不落阶级 不落阶级就是超越了对待 超越了对待回归一种无为 回归一种绝对 那圣地上不为何皆即之有 圣地亦不为苦即灭道 是圣地的执念都没有了 其实这个表达说 已经所有为而入无为了 他圣地上不为 没有在修是圣地法的执念 有而不知其有 当然就是说在行道的人 他没有我在修行的执念 各位前 其实我们 有没有常常有一种执念 我是修行人 我怎样 我在修什么 我在学佛 我在学圣贤 各位前 我们仔细去返造了之后 会觉得 我们不自觉都还是有一些执念 但是这执念不知不觉会卡 会障碍住我们 我们会自以为是 所以也要最后连这些名项都要破 讲师 谭主 这些名项都要破 我们脱落了这些名项 那个本身无视的自己 才能够显露出来 这才是不落阶级 那么这个 从这样的对话 六祖肯定他 师生弃之 令师守众 你看一位来参好像一个初学 但是六祖慧眼是英雄 知道他是一个人才 他已经有证悟 那么令这个行师禅师呢 守众的意思说 为前手 众人之前 就给他能够带动 在前面 他的一个体悟 道德 是很高深的 有一天 诗未曰 如当分化一方 无令断绝 也就是跟随六祖大师相当的时日 那么六祖已经确认他 可安当大任 你应当有你的因缘使命 分化一方 不要令这样的一个禅法断绝 各位前学员 我们 后学会想到 如当分化一方 我们在学道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就有 可能一开始你有你的愿力 你想要开展度化 但是未必实际因缘到 六祖他承接一波 他也隐服15年 这15年可是下了功夫的 这15年之后才出来弘法 那么行士禅师虽然他领悟 已经很深了 但是还要在跟祖师大德的身边 继续学习 学习到后来祖师认可了 六祖大师说 你当分化一方 这时候他等于成师命去 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开荒产道了 有他的因缘 他去开产一方的道物 我们要真的能够开化一方 那还得基础打牢 基础打不牢 拿什么去开化一方 师济得法 这个是有得受政法 他回到吉州清源山 各有因缘 他的因缘在吉州清源山 弘法绍化 四号弘济禅禅师 归空以后 他四号是弘济 师生弃之 就是看他的根基非凡 是个法门龙象之财 所以令行师能够担任众人的手作 后来是成师命来分化一方 不污染 刚刚是行师 这时候才是怀让 怀让禅师 他是荆州杜氏子 初夜松山安国师 安发之潮西参寇 让字礼拜 师曰什么出来 曰松山 师曰什么物任何来 那么曰说是一物即不重 师曰还可修正佛 曰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各位神 这些对话可以说是高来高去 怀让禅师 我们从这个禅师的法号 去体会这一位禅师的特色 怀让 心怀千让 各位前贤 行师就是走路都在思道 怀让 是心怀千让 我们可以体会到 这个禅师的一种道行的特色 荆州杜氏子 他本来一开始的法园是在松山 来跟安国师参学 那后来安国师就 要他到潮西 六祖这边来跟潮西学习 那么怀让到了以后 他先行礼拜 那老师六祖大师就问明来意 从哪里来 他说松山 那么可没有很普通的这样问 他说什么物那么来 什么物那么来 各位前 这个就要参悟一下 什么物那么来 是什么东西这么来 那么 怀让说说事一物极不重 他们讲的已经讲到 是破相的 是那个 那个 本来 本来面目 那 怀让说 如果要说是一个东西都不对 无物堪比拟 说事一物极不重 说任何东西都不能代表 那讲了 大家可以意会了 讲了就是咱们的如来自信 是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 不是东西 无物堪比拟 说事一物极不重 他们这样的一个问答 就可以知道 他体悟到什么程度 六祖又问 还可修正佛 那么这一个自信 也可以说这个道 还可修正佛 那怀让说 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各位前修正 这个道可以修可以正吗 修正即不无 看什么程度 我们如果说 无为不舍有为 有为当中 还是不知无为 不落有为 那不舍 不落无为 不舍有为 那么修正即不无 修正是一种有为 还要修还要正 但是呢 还没有契入 也不舍这个有为 还是要修还是要正 各位前修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不要修 要不要办 要 但是修办到后来 也没有修办的执心 那就是进入无为 无为就是说 我们在修而没有修的执念 我们在办没有办的执念 各位前能够体会吗 一开始会有执念 说有功德 先于欲勾千再于理成全 需要有一种执念产生的一个动力 为了行功利得 我们这样来努力 但是到后来如果执念没有破 这个最终还是卡在这一关 也要破 就是本来就应该做了 我们做的不是为了什么 就是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本来本心本性流露出来 就自然的就会这么做 不是为了这么做而这么做 但是一开始要导入一个正轨 修正即不无 也要修也要正 但是最后没有修正的执念 污染即不得 重要的就是不污染 不污染就是不执着 一执着就有污染 四曰 只此不污染 诸佛之所护念 听到这个不污染 六主很认可 就是这个不污染 诸佛所护念 你也这样 我也这样 各位先生 这个怀让 这个很受到六主的肯定 他才来参 六主就跟他肯定了 诸佛 可以说从上以来 诸佛的修持 就是这个保护 守护这一颗天心不受污染 你也这样 我也这样 诸佛诸主都这样 西天般若多罗燦 有一首燦语 好像一首诗在预告的 这是在西天传过来的一个般若多罗燦 有这么一句话 乳足下出一马驹 踏煞天下人 乳足下你的脚下出一马驹 会出一个千里马 踏煞天下人 这一匹千里马能够走遍天下 踏煞天下人 好像这个力量很大 印在乳心不宜述说 就是在 印在你的心 就是我说的你心里明白 也不需述说 也不必去 很快的去述说 也就是要饮一段时间 也要再内收一段时间 潜心内敛一段时间 那么让豁然气会 怀让也得受了真传 豁然气会 因为有告诉他不需述说 他也就很安分的收敛 守末练长 所以直四左右一十五载 就在六祖身边跟随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就是不断的参学而日增玄奥 虽然已经记录 已经抓到根本 但是还要不断的 不断的向上一路的来提升 后往南岳 后来他的因缘是在南岳 南岳恒山 那么到南岳那里去弘法 也大惨禅中 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基础打牢了 所以一到南岳 他因缘俱足 就能够开展道物 至世大会禅师 善护念守护此心 善守此心 不受攀缘嫉妒贪生吃 无名所污染 辱足下出以马居 踏煞天下人 后来我们就知道了 怀让有一个敌传弟子 叫做马祖道医 弘化禅法于天下 马祖主张道不用修 或者说任心为修 吉心是佛 非心非佛 平常心是道 后来就是怀让有一位 优秀的弟子 就是马祖道医 就是如俗下踏一马居 踏煞天下人 好 我们这一节课的精华 佛为一切迷人 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 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好生勿死 念念千流 不知梦幻虚假 往寿轮回 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 终日持求 佛名此故 乃是涅槃真乐 各位先生 所以我们静静的回顾这一段 的确云云众生 大家都是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 我是谁 谁是我 大家想的我 就落在这个假体色相 还有我们的这一种心理状态 所认知的这些虚花假景 形形色色 色受想行事 我们以为这就是我 然后又执一个假我以后产生分别 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 这是我 那是你 你你我我的 我人众生受者 这样子的一个对待分别心里面 产生了执着妄想 然后无名造业 无名受报的这样轮回生死 然后因为有执念 所以会好生 好生就是贪生 只要一贪生 就会怕死 就会厌恶死亡 生死就不自在了 各位情形人 为什么会怕死 很简单 因为你贪生 为什么会贪生 就是有执念 不知道这一切虚花假景 不知道根本没有生死 有生死的是一个 生死是幻化的 这个色生假体一个幻化 我们的自性它是永恒长存 它是不生不灭的 生死 没有生死 生死的是一个假的像 这个假体的像 能够悟透 本不生灭 本性 本无生灭的时候 生就好好的生 死就好好的死 生好好的生就是 这是一个因缘 我们有因缘 就出生在这世间 那好好的把这个因缘圆满 会如理如法 就会达到一个圆满 然后随缘 如果还有业要消 随缘消就业 各莫造新秧 那一直了结了结了结 了结 最后无在一身心 一口气不来 就入涅槃 其实生死已经解脱 所以死后也无所畏惧 会贪生所以怕死 生无所恋死无所惧 这是一个觉醒者 他知道本不生灭 生灭是假象 那个假的不要把它弄错了 这是一个假象 有何可畏惧呢 有何所贪恋呢 那云云众生因为弥媚本性 认假为真 所以念念的千流 不知梦幻虚假 所以在这当中往受轮回 你看 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 就是开示误入众生 入觉之见 入佛之见就是入觉之见 那要让大家觉醒 要让大家认识真假 要让大家认识自信真主人 引领大家明治本性 宪治本性 那就能够体会到 本来就是常乐涅槃 那这种苦是冤枉的 不该受这些苦 那只要不颠倒 不造无名造业 就不受这些苦 终日之求 这是众生的苦 众生的盲 这种盲然迷茫 然后造业的苦 那佛陀引领大家 开示涅槃真乐 涅槃经就是要开示我们涅槃真乐 有一个向往 这个向往其实是找到这个根源 这个根源就是涅槃 就是真乐 让我们新生向往 而回归这个本来面目 所以达到涅槃真乐 只是回到根本 只是名字本性 宪字本性 本性就是涅槃真乐 那在这个理解证悟当中 是刹那 弥则经累劫 物则刹那间 那刹那就没有生向 刹那也没有灭向 这个生灭 你看就是一个分别 四 在落入的二见 有生有灭 落入的分别对待 在证悟当中 是记入那个绝对 绝对的本性 二边三际断 超越相对 回归绝对 所以刹那也无生 刹那也无灭 那也没有生灭可灭 这些好像都文字细论 在证悟的当下 记入本性的当下 都脱落这一切分别了 那叫做极灭现前 那极灭现前 就是一种觉醒 当现前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我极灭现前的一种想法 没有这个思量 就是当下如是 那不用言语 也不用再去多一个念头 我极灭现前 多这个念头都叫妄念 没有一个极灭现前之量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究竟圆满 如是如是 这叫常乐 知此不无染 诸佛之所互念 好 那么 我们最后就是唱这一首 自信之度 作为这一节课的结束 三五年 此正念去忘年 无声灭 无气心 无动念 鸣心间 心火燃间 尽情心心一年 尽贪 无往 无有 争无 妙 妙 妙 玄 玄 放下颠倒梦想 放下余年 放下自作烦恼 放下成缘 六根经 经年既能多苦远 六成然 叹真是罗轮回全 尽得到 在家出家修炼 孤生仙 苦修苦莫凹间 茫茫曾海获福田 新年早福田 可念浊生 静静修此每天 唯有心无怪 成就大远 唯有天心先 真自作间 修道修心 残悔了嘴前 恨何人如火 莲足心广显 老心愿 不容易刻意变 绝离眼 守自皆心方愿 莫天定的路连 生将一年间 念自在自今生走好每天 大道真难言 报道福音圈圈 心首奉行我寄了愿前 唐花已显眼 皆家修正福本颜 辽脱尘缘 众生回名面 一指点 开妙宣修心愿 尽修连 断挂念一指间 尽念相及尽情言 绝无差那间 自行自独自在 安然行天 到在日常 好好修持 每一天 菩提自信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指了成佛 谢谢大家